本來綠燈直行 但突然左邊一輛黃色機車 斜切過來 駕駛趕快急閃 正以為順利閃過 還是出事了 後方碰的一聲 駕駛趕快臨停下車查看 從另一個角度看 更明顯 小轎車為了閃他 這一閃 後方一名 機車騎士反應不及 撞個正著 前方就沒車 接近的時候突然有一部車 鑽出來我真的是嚇了一跳 但是我平時就很鎮靜 處變不驚 所以踩煞車 向右閃 標準動作 在我慶幸我已經閃過的時候 沒想到我的右後方的機車 碰觸到我車子的右後方 真的有點無辜 才剛買的新車就這樣發生車禍 雖然保險有理賠 但問題來了 日後晚間就跟往常一樣 蕭先生下班要回家 來到新北市板橋這個路口 還要執行卻遇上了 突然切西瓜的騎士 後方的無辜歧視遭殃 警方認定他對於這起車禍 有因果關係 涉及肇事逃逸 與本案之交通事故 發生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需負擔肇事責任 偏偏第一時間還無法找到歧視 因為他騎的是電動二輪車 沒車牌 現在警方透過拍到的出廠車商 聯繫廠商要揪出這名車主 畢竟現在這種車雖然可以合法上路 儘管沒車牌 你以為來無影去無蹤 沒車牌就可以亂鑽 現在窗禍了 還是會被揪出來 面對法律責任 TVBS新聞是寫元席輪新北市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